好,在講解題目之前 有一些網站,就是GEMUBER的相關設定還是需要知道 這邊我們來看一下 幾個地方要特別有關於工作環境的部分 至少你要知道基本的位置 它哪些功能在哪裡 也就是說,相關的 你第一個要先了解上面的功能表 它裡面有哪一些功能,將來要去哪邊找 比如說你之前假設你有前一個版本或前幾個版本的使用經驗的話 我比較建議你們可以把這個使用的介面換成什麼的 它預設是設計師,請你把它改成傳統的 傳統的話,它的介面會相容於前一代 比如說CS3,或者是CS,甚至是在GEMUBER8的那個時候的介面 都會比較接近像這樣 你們可以調整看看 這邊這個功能還蠻重要的 因為我經常會把它調成傳統的 為什麼傳統的話呢,我習慣前一個版本 如果前一個版本東西不見的話 尤其像這些面板 在前一個版本這些面板都很重要 可是突然不見了,有些功能我都找不到 但是我切出來之後,很好用 為什麼它是面板佔 但是它的缺點是會佔一個空間 就是說變成你的高度呢 有些地方會被遮到 那這邊的話,建議是用這個所謂的傳統 這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說其他的相關功能 比如說我剛剛提到 像那個它這邊有視窗的這個面板 那面板的部分呢 記得將來哪些要把它開啟 哪些要把它關閉呢 可以從這邊去做控制 那其他還有像剛剛用到的 像有關於那個網站的部分 比如說新增網站 那或者是說呢 剛剛有同學 之前有同學怎麼樣呢 它這個路徑設定錯誤 它要再修改,有沒有再修改 也可以 所以如果說你考試的時候設定錯誤怎麼樣 記得要回頭喔 把它做編輯就可以 它就可以重新再讓你run一次 比如說你這個路徑放錯了 你就可以重新把它開起來 再去做修改 按儲存就好了 這地方的話 特別注意相關的功能 其他比較常用 像插入裡面 要用到的有一些像 檔面物件啊 或者等等的 還有像編修 編修裡面 常用的像是這個 編輯標籤 這個很多同學都找不到 編輯標籤 標籤的部分 然後另外還有像 這個其他檢視啊 檔案等等 我想這部分的話呢 基本上功能呢 都要稍微記一下 這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說呢 要與Office之間的差異 其實你會發現呢 它盡量 Adobe盡量能夠 長得有點像Office 但是又不能太像Office 為什麼呢 因為它還是要有自己的風格 所以這部分的話呢 當然還好是說 Adobe沒有像那個 Office 2003變成2007 等於是整個版面 全部大班 大班加 還好Adobe沒有這樣做 不過像 AutoCAD那個就有了 AutoCAD它也學 人家Office 整個全部上面全部都改的 很像Office2007有的版本 所以這部分的話 當然你要學 要習慣 Adobe的操作介面 因為 Adobe的相關的軟體呢 它長得都很類似 而且都有相容 那另外呢 相關重要的介面相關的介紹 就講這些之外 另外就是說 最為這個軟體呢 它的版次其實我剛剛講過 就是現在最多已經出到 CS5.5了 好5.5 那其實最近我在試著 這個 試著 Try 5.5的感覺 它有很重大的一個突破 可能老師呢 有時間可以去看 就是說 5.5它加入一個HTML5 HTML5 那這個東西呢 主要就是可以 讓你去利用什麼呢 就是還可以去設計 以往要設計 那個Android APP的話呢 或者是iPhone APP的話 都必須要用 像Android可能要用Eclipse 去做開發 那iPhone的話呢 它有一個它自己的開發介面 那現在如果 你用5.5的話呢 你可以很輕鬆的 利用設計網易的概念 去設計APP 那這部分呢 其實是一個很大的突破 為什麼 因為設計切片變得非常的簡單 在程式撰寫也變得很簡單 這個是DreamWay一個很大的突破啦 所以喔 如果說想要跨進那個APP 又不想要寫程式的話 其實DreamWay 5.5以後的版本呢 應該是一個很不錯的選擇 那當然前提是 你要對網頁設計要很有概念 因為像這些功能呢 基本上跟APP也有一定的關聯性 反正設計APP其實我看起來 也不過跟編輯網頁也差不了多少 差異性其實不大 就像說那個DreamWay最早 在DreamWay 3吧 3跳到4的時候 其實DreamWay大概十幾年前 他有做一個3 那3的版本那時候還在靜態網頁 結果到4的時候呢 就有推出那個動態網 ASP那時候才出來沒多久 那ASP呢 其實有點 它其實很難寫啦 因為你要去Coding那個程式碼很不方便 那所以呢 DreamWay那時候呢 就推出一個叫 DreamWay 4的 ALTRADEF 就是說呢 你要存取資料庫呢 再也不需要寫 不需要寫任何一行程式 居然呢 就可以把存取資料庫這件事完成 實在是太方便了 對於那時候設計師來講 是一個很大的衝擊 那現在感覺好像也有點類似像這樣 他推出5.5之後的話 以往你要寫Android的程式 是一件很麻煩很麻煩的 對一般設計師來說 很麻煩一件事 現在突然推出這個東西 我想它會有一些很大的一個衝擊 好 那 接下來 大概說明一下 有些比較重要的 大概剛剛的一個操作介面呢 要需要了解的 因為呢 如果說沒有使用過這個 DreamWay的這套軟體呢 對於它的操作介面還是不算太熟悉 所以我剛剛呢 請各位去把這個面板的部分展開來 它就會有一個傳統的這個介面 因為我這個是自早18的版本 那再來的話 你們到時候呢 要注意一下說 在設計的時候呢 這邊會有一個面板 那這個面板的話呢 有分成程式嘛 分割跟設計 那原則上 預設喔 建議是用設計 它本來是在分割 建議是用把它改成設計 為什麼呢 因為設計的話呢 比較不會受上面那個程式碼干擾 那需要的時候 你再把它切換到那個分割 或者是程式碼的地方 其他好像這個底下 屬性的部分呢 其實跟那個Adobe其他的軟體也蠻類似的 比如說像我們常用的像什麼呢 頁面屬性 或者是其他的相關的文字設定呢 都會在下方 那面板的話呢 會在右方 所以你要呼叫哪些面板的話呢 就直接可以去視窗裡面 把它呼叫起來 那開啟你會發現呢 它的原則上是折 比如說像這個是收有沒有 那如果要折的話 就是點兩下 它就把它展開來 收折的方式呢 我想原則上大概要 就是稍微適應一下 那其他的話相關屬性 那等等的 剛剛主要就是 新的一個網站 那這個地方當然 如果平常的作業裡面 需要有一個網址 那剛剛我們這個網址的地方 跳過去 主要是因為 我們是local作業 就是我們是單機作業 所以在這裡的話 原則上是暫時不需要 輸入這個所謂網址的地方 那再來的話 第二個問題 剛剛我們是跳過 就是直接用那個 不使用這個 所謂的伺服器技術 那在這個考試裡面呢 會有一題會用到 需要把它改成 是 就是第四類的題目 第四類的題目呢 會用到動態的技術 所以特別是 一、二、三 我記得是 登用那個 這個沒有伺服器技術 那在第四類的話呢 才會用到這個伺服器技術 那這個位置的話呢 也是 到時候考試的時候 特別是說 考試的時候呢 這個位置呢 因為我們現在 考試的題目是 放在桌面上面 那將來考試 它會在C疊底下 會有一個叫 AMS 它有一個C疊底下 AMS.CSF AMS.CSF 的一個資料夾 那這個資料夾裡面呢 會有四個資料夾 分別就是 它開頭都是DW開頭的 DW01 02 一直到04 所以這邊的話呢 將來第一類就是DW01 DW01 DW01 一直到04 那所以說呢 我們現在練習的是 在桌面上104 如果考試的話呢 請你找到 這個 AMS.CSF 裡面有一個DW01 那直接就把它 用那個 新增網站的方式 可以把它新增進來 那就直接開啟 直接作答 直接儲存 那不需要再去做任何動作 你不要令隨心檔 或者是做任 只要你做完之後 關閉 因為呢 將來喔 作答完畢 那個聲音系統 就會把你 DW01到04的這資料夾 通通勾扣走 然後再給老師評分 主要就是這樣 所以特別注意就是說 你的路徑一定要設定正確喔 正確的話呢 那這樣就不會有問題了 這個是路徑的講解喔 那這個伺服器部分呢 因為我們是單機啦 所以不需要 像如果說你假如說 有一台伺服器的話 可以利用FTP呢 把它做一個上傳 它會直接就幫我們 把這個我們的網站呢 丟到伺服器上面去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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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最後就可以看到這個地方 它長相其實很像那個 檔案總管喔 檔案總管 那上傳或下載 這邊都可以直接從這邊來做喔 再來的話 就是說我們要編輯喔 我想直接來看一下 104這個題目喔 104題目 那首先的話呢 請各位開啟喔 那剛剛有講說 上面有面板對不對 那這面板下方 有所謂程式碼 分割設計 那等一下呢 預設我想將來呢 平常在設計 就請切換到這裡 設計 有必要的話呢 再切換到分割 有必要的時候再分割 那還有一個叫 即時檢視有沒有 這個即時檢視呢 就有點像怎麼樣呢 直接看到最後 在網頁上面的一個狀態 另外呢 它有一個蠻好的功能 就是說 如果你有資料庫的連結 也可以用即時檢視喔 看從 它會 動態的從那個 asset資料庫 抓資料來 show 這個功能 這個是即時檢視 壓一下就可以檢視 放開的話呢 就回到設計的畫面 設計的畫面 那 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題目的部分 那首先的話呢 這個題目第一個喔 它要我們做什麼呢 開啟default.htm編輯喔 設定頁面屬性之外觀 那背景的影像喔 首先的話呢 這個題目第一個喔 我們要開啟喔 它要我們開啟 那設定頁面屬性外觀 所以呢 你要知道頁面屬性 這個關鍵詞 所以keyword在這裡 頁面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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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它的這個背景 背景的影像 跟這個上邊界 那怎麼去做設定呢 首先再切換到這個 這個頁面屬性裡面喔 第一個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呢 在它的下方 這個 這個 default先開起來 default.htm 開起來之後的話呢 接下來在下方喔 會有一個叫頁面屬性的按鈕 就直接把它點下去就可以了 這個地方 下方這裡 頁面屬性 把它點下去 點下去之後的話呢 我們就針對呢 題目要求的部分呢 做一些設定 第一個的話呢 在這邊各位可以看到 其實在外觀 它也告訴你啦 有沒有 其實它有點像考 解釋名詞的感覺啦 那個名詞要很清楚 外觀CSS 然後呢 背景的圖檔 所以這邊的話呢 背景圖檔 它就已經 有一個 它叫我們做的是 連結那個網 所以這邊的話 瀏覽一下 它的檔案在images 所以打開來 特別是因為我們剛剛已經 建好那個 所謂的網站 所以它這個地方 會直接就秀出 網站內部的資料夾 那我們找到這個 叫網事實的這個檔案 直接就把它按一個確定 確定 確定之後的話呢 那就完成了這個 它要我們設定 背景影像的動作 那下面一個動作就是 上邊界 所以要找到上邊界的位置 在下方一個叫上邊界 在這裡 這個地方的話呢 直接就輸入0 直接輸入0 上邊界輸入0 那特別輸入0 這個比較容易出錯的 就是這邊0 它後面 還有一個所謂的單位 那預設值 如果它這個地方沒有提到 是像素的話 那預設值就是px px 這邊 按確定就好了 那這樣子我們就完成了 第一個動作 第一個動作 第二個動作呢 在表格的前方 表格前方 那特別注意 這一題也是故意考你表格前方 因為很多時候呢 你要點到表格前方 是很困難的 基本上你現在點的位置 再怎麼點 只能夠點到表格的右方 不可能表格的前方 所以呢 要怎麼樣在前方呢 這個時候 就要透過什麼呢 分割 分割裡面 各位可以看到 在分割裡面呢 就可以看到table 那table的話 表單請善用 這下面有那個標籤 有沒有 如果今天我要選 我想要知道 我的表格現在的位置在哪裡 請你點一下table table 點一下 這個時候它會把它mark起來 分割 程式碼的部分就mark起來 那前方在哪裡呢 前方就在這裡 有沒有 油表點這裡 這裡 或者乾脆你把它放在上面也可以 就是body的後面 這個就是所謂的前方 把前方點一下 點一下這個地方就是前方 好了 之後其實你就可以 再把它切換到設計裡面 設計 那這個 要分割好了 分割 好 那接下來我要放什麼呢 放剛剛有一個banner 的一個banner 在哪裡 在media裡面有沒有 這邊 那怎麼放過來 其實跟其他adobe軟體都一樣 知覺的 你可以用拖拉的方法 拖拉放開 放開到這裡 可不可以 可以 按確定 這個時候呢 它就會放到這邊來了 但是這個方法 我覺得比較容易出錯 因為你們不是經常 每天在用的 這個方法比較有風險 因為你容易拖拉到錯的位置放開 又跑掉了 所以建議你用第二個方法 第二個方法 我這邊把它復原 Ctrl加Z 復原一下 第二個方法就是 油料一樣放在body的後面 body這個後面 然後按插入 插入裡面就會有一個什麼呢 再找一下媒體 媒體裡面就會有SWF 這個方法 點一下 然後找到media裡面的banner 這個按確定 這樣的話呢 它就會放在按確定之後 好 那特別注意喔 因為很多同學做出來的時候呢 都容易把它放在這個格子裡面 就錯了喔 你看到一定要在這個表格的上面 才是正確的 才是正確的 好的 之後的話呢 那當然呢 我們可以喔 來做個動作 預來看看 即時檢視看看 這個 能不能被顯示出來 上面就顯示出來 不過有一種狀況是喔 如果那一台電腦的那個flash player有沒有 這個版本太舊呢 會出現無法顯示的狀況 但是考試的時候 如果是考試剛好遇到這樣的問題 沒辦法顯示喔 你還是要繼續把它做完成 要不然就要請監考人員呢 幫你做安裝flash player的動作 才有辦法做後面的部分 好 那這樣的話 我們就完成了第二小題喔 第二小題 第三個小題呢 它要 這個地方就再切換為設計 習慣上是這樣 養生好習慣喔 好了 之後的話 第三個小題就是要在 這個表格的左方插路 一個叫王的.FLV 那這個FLV在這裡 這個檔案呢 實際上就是一個影片檔 FLV 影片檔 那我們影片檔要把它放在這個 蘇生哥的左方 那當然最快的方法就怎麼樣呢 直接按住 拖拉過來有沒有 放開 這是一招 第一招對不對 不過還是不建議啦 因為喔 你很容易拖拉到不正確的位置 你用插路裡面有個叫媒體 媒體裡面呢 請你找到什麼呢 FLV 因為它是一個FLV的檔案 所以呢 請你在這邊找到FLV 然後呢 再去怎麼樣呢 找到 在Media裡面的這個檔案 這邊把它瀏覽一下 瀏覽的地方找到Media 王 王這個檔案 然後呢 按一個確定 確定之後呢 題目有幾個要求 好 我們找到這個檔案了 這個題目的要求 第一個呢 就是外觀 所以找到外觀 A的地方是外觀 外觀要多 要是哪一個樣式呢 要是 這個 Clear Skin 3 所以呢 預設是1嘛 請你把它改成3 第一個動作 A就完成了 第二個呢 要怎麼樣呢 自動偵測 寬與高 所以這邊的話 按一下是偵測大小 它會自動偵測 就完成了 第二個B的動作 那比例要相同 再來C的話呢 是設定 自動播放 與自動倒帶 所以這邊的話呢 自動播放 自動倒帶 都要打勾 這樣就A B C 就完成了 所以這邊的話呢 只要特別注意 相來其實你就要記得3 偵測大小 打勾 打勾 就好了 所以考試的時候你就 把這個動作背起來的話呢 就非常的快 做一題其實可能 大概三五分鐘就全部做完了 好 那這樣的話就完成第三題